2020年一节目 我们都在武汉 3月12号晚 第六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 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剧场开幕 开幕大戏人民至上同步上演 该剧是国家话剧院推出的首部抗议题材原创话剧 以武汉战役为故事背景 从医生 护士 患者 记者 志愿者等角度 创作了三组不同人物 在线的逆行者的动人故事 演员们真挚朴素的表演感染了现场的观众 我就是做社区工作的吧 因为也经历过2020完了那个站岗也挺 连夜什么排查 这部戏作为一个参加过抗议的工作者来说 也是致敬抗议的一线英雄们吧 也是一种洗礼和学习 看完这场话剧 我会更珍惜生活 我会牢记这些抗议的英雄们 我们是以医护人员为主线的 因为他们是在整个疫情的过程中 做出了最大贡献的一个群体 有三位形象都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是以张定宇院长为原型的 我们这个戏里叫李鸿宇 还有一个医生叫谭敏 他是一个普通的医生的形象 但是呢他坚守的医生的责任 然后还有一个是护士 护士的代表 这个护士叫小黄鸭 他其实是在一线做服务的 非常的辛苦 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塑造更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 自疫情爆发以来 刘金一便开始收集新闻素材 通过与多位原恶医护人员的交流 获取更多信息 并运用到剧本中 我们采访了很多 就是在武汉抗疫一线的医生和护士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素材 我们在我们的系里面 其实都予以了采用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护士叫小黄鸭 他教那些就是来 来持援的志愿者们 怎么样穿防护服 然后告诉他们说 那个你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 一定要为了你们的家人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这些都是当时的那个武汉的护士 他们曾经亲口说的话 整场演出以纯白色旋转楼梯 搭配转台 将舞台分割出不同的眼区 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 让角色进行心灵对话 而大提琴 小提琴 钢琴等多种乐器 形成多样的听觉色彩 刘金一说 希望通过这部戏 输到创伤情绪 积蓄温暖力量 让人们从后疫情时代中走出来 迎接新的生活 推出这样一部戏 我们其实不是为了唤起创伤 而是为了抚平创伤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 所有人齐心协力对抗病毒的故事 用舞台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 同时也致敬那些在这次疫情中 他们做出了很多贡献的这些英雄们 同时也积蓄一部分力量 以后我们再遇到任何的事情 哪怕任何的灾难 就是我们都曾经这样战斗过 所以我们都会无惧无畏地去迎头反击 第六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 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共有从全国范围领选出的 22部优秀原创话剧作品参加展演 包括多部抗议主题和 县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的剧目 此外还将新增线上展演单元 为观众奉上云端艺术盛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